Super Junior神童近日做客綜藝節目時 提到了他的戀情 他在去年1月1日被爆出和圈外女友交往中 隨後透過公司火速認愛收穫不少網友祝福 神童卻表示自己身為元旦情侶 卻因為IU和李忠樹的戀情 在前一天被報導後完全搶走了他的風頭 以來不少網友留言調侃 根本沒人在乎神童跟誰交往 讓他實惠好委屈 不過神童也表示過去他曾在節目中高調求婚 所以很多網友都誤以為 他婚內出軌現任女友或是離婚後再婚 就連女友的父母也誤會了 此外神童分享了身為Ido如何約會的秘訣 由於自己的外型辨識度太高 很容易被認出來 因此他不會喬裝打扮 反而是身上什麼也不拿 還請女友打扮成造型師 提著大包小包兩人一錢以後分開走 因為坦蕩蕩的態度 大家就認為他只是跟造型師出門 因此從來沒有被懷疑過 好 好 好